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是說難忘的經歷 其中一個是吃蚊 因為吃蚊全程都是我們自己捉的 其實過程我覺得 很多都是用牛油去貼著蚊 其中有一幕就是Ring P 用他的身體抹牛油去摺著蚊 我真心覺得那個畫面是很難忘的 如果你問我還有沒有其他覺得很難忘的 應該是有一次我在南非的酒店 然後晚上凌晨突然有一男一女的聲音 很大力地敲門 當時我和另一個女團員阿芯 在房間裡 我很害怕 因為我是一個女生 我覺得自己手無薄雞之力 然後阿芯有睡到寫小豬 他們就不斷敲門和我說 你要上飛機啦 你要上飛機啦 用英文這樣說 那個女士敲完之後 就是一個男士敲 我敲得很大力 然後我非常害怕 因為當時在南非都不是非常安全 在城市裡面 幸好我沒有開門 如果不是可能… 我希望他們敲錯門 如果不是應該我也有點危險 如果你說醫美和我以前在公家醫院做 其實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公家醫院很多都是Live and Depth 現在很多都是幫人扮靚 其實就是以靚為主 所以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你說男士多不多 我覺得男士是越來越多的 因為女生一定是大多數的 但很多男士可能都會做一些保濕 或者護膚的療程 他們都好像… 現在的趨勢好像大家都 越來越注重自己的外表和儀容 因為醫生或者我做醫美方面 他們的程序是早一段時間排的 但有時候目前的機會 他們是說來就來 可能是時間會短一點才通知 所以時間分配其實就是半半 或者可能我有個預算 我先放了醫美的日子 如果有的話我看看可不可以調整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這樣 我的期望當然是拍多些劇 拍多些綜藝 有多些機會讓大家認識到我這個人 其實不是近期的一定是電話 因為電話真的令人通訊方便很多 但我最近覺得最新奇的應該是 這個ChatGPT 因為ChatGPT 我真的有試過搜尋 可能哪裏最好去 哪裏的氣溫是怎樣 即他可以寫到一段 一段好像教授寫的東西給我 我覺得他很有智慧 我覺得這件事很神奇 我聽聞而已 我不肯定 但有些人可能在學校做功課 都可能會用到他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厲害的發明 可惜我當時讀書的時候 沒有機會接觸到ChatGPT 我覺得是要看場合的 不一定是B的 如果可能有很多人在幫他 那我就覺得不需要我 但當時其實是需要我 或者可能會有很嚴重的問題的時候 我會覺得幫人重要 因為面試雖然很重要 但是當有危險 或者有其他很嚴重的事情 是需要幫忙的時候 我覺得是可以超過的 這個 因為會想做上班 其實你問我兩個 我都不是很想選擇 但如果你問我做一個上班族的話 會跟我現在 我的生活會有一點點不同 而且我會想踏出那個框框 可能是雖然知道我有醫生身份 但也會有其他的角色可以嘗試一下 甚麼問題 你已經想要做到的 你兩個人 是否需要 胃口是A嗎 胃口是A 我可能是A 因為我的人是 比較 直長直小 我希望不會刺激到人 但我覺得有時候不是超溫馴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自己是新口咖喱的 最新一期PCM已經出版了 會有我咖喱做Cover Face 大家快點去買吧